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很在意那边的情况吗 你要赶快去旧落里 牧尘 你输了 死不 什么人 乌尘 我们来帮你助阵了 看看谁还敢动手 赫妖 住手吧 祖轩 就凭你们也想拦住我 只有我们的话确实不行 但如果 再加上他们呢 这两张令牌是 沈苍生 李玄通 他们怎么也掺和进来 沈苍生与牧尘一见如故 自然会为牧尘出头 李玄通与落里的关系 他就更不用说了 你说什么 赫妖 你是准备与天榜前三为敌吗 没想到我的面子 原来这么大呀 算你们狠 赫妖 落里 你没事吧 没事 你身上还有伤 不用勉强自己来帮我的 我也想多少替你分担一点 喂 某人是不是 应该先道谢啊 对呀 不要这样有异性 我没人性啊 苏轩 那今日之事 该怎么了断 当初你的人围攻落神会 打伤落离 今天牧尘前来讨回公道 双方就算扯平了吧 对 大家扯平 两不相欠 有没有搞错 我们连总队都被毁了 这算哪门子扯平啊 别以为你们人多就了不起啊 大不了因行与死网坡 这就是你们的解决方法 我如果不接受呢 不接受 那就打到你接受 就按牧尘说的吧 你们不要太过分 牧尘小心 不过念在 大家都是北苍林院的学生 我也就不追究了 你们走吧 老大 你不能就这样放过他们啊 大哥 我们不能认怂啊 怎么 又突然舍得放我们走了 牧尘 要不是这次 我没把你当成对手 你以为你能这么嚣张吗 一个月后的狩猎战上 我会把你预定成我的猎物 到时候 我会让你把今天所做的 全都给我偿回来 到时候 谁也救不了你 贺妖学长尽管放马过来 我都会奉陪到底 好 到时候 你可别夹着尾巴跑了 贺妖学长 也不要输在别人手上了 话说完了吧 那我们就告辞了 不送 大哥 你为何就这样放他们走了 我们妖门 才不怕他们 现在最要紧的事情是狩猎战 其他的都可以放一放 只要我在狩猎战上 我赢过了李玄通 什么苏轩 牧尘 都不过是牢蚁罢了 今天太解气了 会长把妖门那些混蛋 好好教育了一顿 对啊 以后看妖门 还敢不敢嚣张了 洛黎小姐 听说你一个人单挑杨红尘后他们一群 真厉害啊 洛黎 你这下可真是全然出名了 谢谢 没什么大不了的 苏轩学姐 你怎么会来这里啊 你搞出这么大的动静 我自然要来看看热闹 同时也是担心你会吃亏 没想到 你竟然能同时操控十个灵阵 看来你在灵阵方面更有心得了 确实有所提升 让苏轩学姐见效啊 苏轩学姐 沈苍生学长和李玄通 怎么要回来帮我助阵呢 哦 那都是我骗赫妖的 骗赫妖的 可是那两块令牌 令牌是真的 但事情是假的 赫妖生性多疑 自然不会冒险 苏轩学姐果然极致过人 这次真是谢谢苏轩学姐了 牧尘 赫妖这人心机深沉 不好对付 你可一定要小心 嗯 我会的 而且 我感觉她似乎一直隐藏着实力 对我也有这感觉 她和我交手时 根本没用权力 那种情况下还隐藏着实力 她果然很有心机 不过你也不必太担心 她的目标并不是你 难道她的目标是学姐你吗 她想取代你第三的位置 恐怕我也不是她真正的目标 她的目标是 是李玄通 那就难怪了 她隐藏实力 也是怕李玄通有所准备嘛 赫妖心高气傲 不甘人下 若是能在狩猎战上胜过李玄通 她的名气便可直追沈苍生 真是个麻烦的对手 你对她而言 也是个麻烦的对手 狩猎战上 所有人都会全力以赴 你也一定要加油啊 狩猎战啊 好久没参加了 有点期待了 今年的新生都这么优秀 这次的狩猎战 还真是倍感压力啊 狩猎战 来吧 你都已经周半天了 有什么收获吗 这白鹿灵珠里 不光有澎湃的灵力 深处还藏有一道禁止 我每次试图突破禁止 都会被白鹿灵珠给反弹回来 这道禁止 怕是隐藏着白鹿灵珠真正的秘密 但如何破解 我毫无头绪啊 以你目前的实力 怕是也只能看出这些了 难道你也知道白鹿灵珠到底怎么回事 当然 那你快说 这白鹿灵珠之中 藏有什么秘密啊 我可不能白说啊 就是这些了 你也可以看她 是一种恋爱的 我会让你回来 你在学习地区 你不让你回来 你把你回来 你把你回来 我会听到 那你把你回来 你把你回来 你把你回来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